Hello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的视频是在曼哈顿唐岩街 不过对我来说 这个是旅游区吧 一点都没有 我以前怀念的味道了 现在纽约的唐岩街也够多了吧 所以也没有集中在这个地方了 最热到应该就是法拉圣吧 我好久没去了 我也应该去那边拍一段视频 讲到法拉圣 日前发生一起抢劫案 一名华人女子在线下交汇过程中 就被对方抢去了三万块 其实这样的事情 这是新闻吗 我还以为看了很旧的 确实是最近发生的 但这几年来 这样类似的听太多了 为什么还是那么不小心 还是太需要换钱了 这创办人老板 去年某一天我有来过 里面跟他访谈 也做成了一个视频 今天经过 这个纸包蛋糕 忍住没有买给自己吃 根据警局报告 4月23日周二 中午12时10分左右 一名23岁的花女 在法拉圣138街 与一名身份不明的男性会面 这是今天的世界日报 看到虽然发生在上个月的事情 他们见面之后 这名男性就交给受害者三万现金 然后叫那个24 23岁的女子呢 就是当面那个网络转账 他就把钱呢 转入那个男子指定的银行户口 就在这个换汇过程中 那名男子突然变得愤怒 并从受害者的包中 拿走了之前交给受害者的三万现金 还有就是有推那个受害人 所幸的受害人并没有受伤 多么的危险 这美食楼 有没有什么特别好吃吧 不想进去了 我再看看 再想想 这个唐人家太陌生了 不知道去哪里吃我的午餐 如果比较熟悉 又不贵的话 应该是去Mark Street 这附近的几条街道 也许相反 相反的方向 好像比较多餐馆 跟不认识的人 这样子拿着现金出来 这种事我实在不敢 就是约了认识的朋友 我也不敢拿那么多现金 在手中 走这边的话 密密麻麻的餐馆 吃的就很多了 但是很爱吃 很好吃的话 脑海里面一片空白 尤其在减肥阶段中太多 我不能吃 不能选择的食物 广东烧辣 我这个广东人吃腻了 也从来就没有真正很爱吃过 走这一条街呢 靠近格兰街那边就比较多 买菜啊超市去那边 如果我吃东西的话 觉得走这边是对的 不过我每次来 好像也走这几条街 这整个唐岩街面积挺大的 我真的比游客对这里 可能还更陌生 毕竟他们是有做功课吧 知道去哪里吃 就吃这一街 之前有来过 10块以下 便宜啊 不过我是来 我不能说吃素吧 我点的菜是比较少漏多菜 哇 安排 大一位给我坐这个位置 太棒了 还可以继续拍视频 扫街 这个茶好香 很久没喝过茶了 通常我五川吃的比较晚吧 都在没什么人 我依然在持续不吃晚餐的情况 偶尔也吃一点了 晚上水果菜 我心爱的帽子 不喜欢看我戴那帽子 先给你拍一张 拍一个片段 没有帽子的吧 好烫我的嘴 那个酸辣汤太烫了 好久没吃 不错 他们做的也不错 我其实点菜的时候 也不知道有酸辣汤送的 那就有意外惊喜吧 我喜欢酸辣汤 但有时候 一些餐馆做出来的味道 实在受不了 不是每一街做的好吃 再来拍有人喜欢的花猫脸呢 这一顿午餐 我很满意了 有一壶茶 有汤 还有饭 这一个套餐 才没超过十块 虽然在八大道的福州餐馆 他们都是免小费 但他们也不给你茶水 我是蛮喜欢他给我茶水的 走这一边就真的好多吃的选择 我时间有限 我就没有慢慢好好地去找了 零食来吃的 刚才那个茄子 很好吃 我自己煮 很丑 不会是紫色的 煮熟之后 还看到一个很短的新闻 说皇后区上周发生一件地铁上 持刀随机擒刺的案件 导致一名女性腿部遭割伤 警方日前公布了嫌犯照片 呼吁民众提供线索 帮助找到这个人 本来想截图给你们看 太模糊了 根本就看不出是谁 站在你面前都认不出 刚刚拍的潮州小吃国际 关了好多年了 但我每次经过 他都给我勾起一些怀念 喜欢的味道 还有跟一些曾经的朋友相聚的地方 记得上一次经过 那是去年的事了 Johnny说 我拍到的背影好像他 害我还以为我拍到他了 这公园好多老人街在休闲玩乐 还有的在算命赚个钱 我上次爬上去这个小楼 里面有流浪汗 而且很皱 今天绝对不会再上去 然后本来是 这边也很多 我以前喜欢 有来过多次的 马来西亚餐都 没了 然后还有一些 越南餐吧 好了 这个视频就在这里结束吧 感谢观看